大家看看這個蛋黃已經是醬油漬到 可以這樣放進去 當時我們上海的大雜蟹 那些蟹膏醃完之後 那些質地很韌韌韌 這個不得了 各位大家好 好, 今天我不打算和大家煮小飯了 因為我自己數了出來吃東西 日式的串燒店 我覺得他的功夫, 師傅有些辦法 你知道, 一個人吃串燒很悶 我約了一個老友過來 還有我前輩級的食家 真是喝一口酒, 頂頂驚, 等他來 Bicky, 不好意思 劉翁… 坐… 劉翁, 聽朋友說你剛從加拿大回來 對, 還是香港好 多吃東西… 我之前也試過這間餐廳 我覺得還不錯 但我也試過一次 你也試過? 是嗎? 是嗎? 不錯… 喝杯… 你說得對, 如果你在香港吃東西 對, 譬如說這樣的轉燒店 我在溫哥華未必有信心 在這裡試, 我覺得日本的傳統也不錯 因為他們做得很小 把雞分成不同的部位 然後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 我覺得技巧是很重要的 鹽燒, 有些醬燒 對, 一隻雞分成三、四十個部份 嘩, 如果我們整個車下去浸熟就完成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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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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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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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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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看, 顏色挺漂亮的 嘩 煮到它的慕斯, 有些髮色的感覺 劉翁, 有時候我們去居首屋 一開始吃一下這些就很棒 那你煮兩塊麵包, 這樣才敢喝 這應該是整隻才好吃 他那是否一夜情 可能已經過了不止一夜 如果湯開了就沒有那麼多肉汁 對, 包著醬汁 對, 皮有香, 裡面有肉汁 已經燒得很漂亮 但是雞的味道呢 日本雞就是這樣的味道 那些三黃雞是差一點 這個才好吃 這個雞肉棒為何一定要吃呢 這個蛋黃, 你看它已經是… 這個醬油漬到可以這樣放進去 整個像鹹蛋黃一樣 夾得起的 夾得起的蛋黃 有些像我們上海的大雜蟹 那些蟹膏液完之後 那些質地, 哇, 煙煙韌韌 加了這個豉油漬的蛋黃 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雞肉柚的, 真的 如果有, 我一定會叫 就是傳統日式的手法 把雞肉柚兩邊左右兩邊分開 就是偷了中間的骨頭出來 真的做得很細緻 這個雞肉柚很夠味道 對 對, 很夠… 鹽燒肉嗎 對, 鹽燒肉很夠味道 還有沒有鬚味 對 都是肥油和皮 但是有不同的 肥油 很鬆的 嚥韌程度 這個柚柚真是回味三天 不得了, 這個柚柚 中國人也很少專門地吃雞肉柚 對, 沒錯, 專門地吃就很少 這個香味很香, 坦香 坦香嗎 對, 真的聞到坦香 香味很漂亮 真的有心機 外面是香和椒 但是裡面還咬得很韌韌 口感、質地摸得頂 它會是風琴地逼得密 雞肉柚很香 我媽媽經常都說 雞皮養眼 馮仙女很喜歡吃雞皮 雞皮養眼 敷下去還是吃下去 很香 它的中心還有一點點的煙韌 我又有一個不同的食法 我將雞掌心和雞皮一起吃 這招要學嗎 看見它有口感, 豐富 這招…我先試試 雞掌心 雞皮 兩個合意為一 雞掌心那種是 整隻雞最爽, 最脆 最有咬口的地方 但它沒有味道 雞皮的味道 整隻雞的精華味道 在雞皮上 不要告訴別人這樣吃 好吃 燒雞屎我自己也沒吃過 外面爽爽, 每次滑 對, 吃不到甚麼認真的味道 不過我相信有些人喜歡的 有些人喜歡一聲又開心 聽說很保護 好吃 喝吧… 今天真是… 飽不飽? 很厲害 手有多, 菜有多 哈哈哈哈 那下次劉翁, 吃你了 輪到你太餓吃好東西了 沒問題 香港大費好… 是啊 是啊 我們下次… 好, 再來吧 再來吧 多謝 この番組は オレンジ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